相關市 郡英社群有做一個天龍特工地 所以剛剛講那個城市綠地 可能也有一點點相關 你可以參考一下天龍特工地他們之前做的一些東西 然後現在市政府要整理閒置的空間 各位好 我是陳夏 然後從去年8月擔任文化部資料開放諮詢文會的委員 所以我們今天要在開放資料日跟大家講 Open Data 跟 Open Culture 的一個故事 所以就是黑客博物館 Open Data 跟 Open Culture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讓大家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穀物的一個從製品出位分身 它可以是 Open Data 的一個素材 因為 Data 我們一般想到的是一些數據性的資料 可是呢 其實呢 如果妳了解植物選保的話 妳會知道我們植物選保護期間很長 可能接近一百年 可是它只有限期的 限期以後它就會有一個東西叫公眾領域 公眾領域就是說它不再收到植物選 限制任何都可以用 所以如果妳對TD有了解的興趣可以去看這個網站 那其實 歐盟的那個公眾人資訊在令指令 在2013年就有一個改變 它特別講調就是說 博物館 文物館 它的一些數位放的資料呢 這些東西歸於公眾領域 所以如果把它用資料的方式來看的話 也是一個促進再利用的一個很好的空間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些案子 像荷蘭國家博物館 Rask Museum 它其實在兩年前就把他們的這個 林布蘭這些飯股的名化 用CCD有的方式來提供 那在二月份在美國大多會博物館 是不能拍照的 所以一直到去年換了新的院長 終於可以拍照了 所以這是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應該是說 國內的開放文化已經開始往前進 但是它進步很緩慢 我們看到 郭公博物館今年1月1號公告說 我們72DPI的一個圖像上網了 所以你可以申請 但我們六個工作日裡面會給你準播 就是說你還要申請 被商業使用才可以申請 然後是72DPI 所以呢 台中市政府 現在應該是說 修錦森博士今天也會來 我剛才看到他已經在外面了 那有一個台中說文化的一個專案 那他有下旬我做一個討論跟合作 那過去呢 應該是說 過去我們做了一個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國發會現在用了 那它不是沒有用的東西 因為現在自由香港自行 其實它是用我們的全資庫 那它特別有講說 我們是用台灣的全資庫 因為你們現在用這個授權條款 可以轉CC4.0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可以用 那目前呢 我們就希望呢 把這個所謂的自由文化開放文化的浪潮呢 從台中市開始呢 往外去發散 特別針對文物館博物館 我們設計了兩個條款 一個是BSE-like 一個是GPL-like 那條款就放在這邊了 大家可以去做一個參主 其實我需要的是你們的可以join 可以進行一些comment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文化的open culture的進展 這很緩慢 如果各位認為就是說 有哪些東西可以出現文物館博物館 開放他們的資料的話 也可以把這些意見提供給我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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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